章鱼能让女人怀孕 她的出手死死缠住小美身上 接着女人失去意识 章鱼的德能鹅 和女人的德能鹅迅速融合 还发生了幻血反应 很快女人有了孕吐 身上都是黏糊糊的液体 章鱼老公竟守护在一旁 原来这天传言打捞出一个漂流瓶 里面有个活的怪物 殊不知这水怪已经喝了河废水 男人竟然作死的想要活吞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先沾上芥末 还没想好要不要抱头 然而下一秒 水怪竟钻进她的嘴里 我的妈呀 吓得我点了赞和关注 男人顿感呼吸困难 哭齿倒在了地上 此时男人非常后悔 不应该活吞这玩意儿 很快水怪从嘴里冒出来 众人吓得四处逃窜 眼看男人就要嗝皮 水怪紧紧勒住她的脖子 关键时刻 小美夸的冲上前 用力拉扯水怪的爪子 让人想不到的是 水怪闻到女人香味 唰的扑在她的脸上 小美拼命挣扎 然而章鱼并不想放过她 小美姐你没事吧 两人就这么纠缠在一起 很快男孩找到爸爸 等船长闯进房间 章鱼突然缠住她的胳膊 她刚拿起砍刀 章鱼竟然溜到地上 裤齿缠住男人双腿 下一秒拖着她就往嘴里送 男人抓住桌腿 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可章鱼伸出白命长的触手 死死拖出男人身体 很快男人就成为章鱼小灵石 水怪的触手 身上男人 哑巴看见吓得呲啪乱叫 男人听不懂哑语 非常的不耐烦 殊不知危险已经慢慢靠近 等他再转过头 发现哑巴凭空消失 正在她到处寻找时 哑巴的拖鞋从天而降 男人抬头一看 吓得尿不湿都湿透了 哑巴正在张鱼哥手里 哭吃被吞进肚子 吓得我点了赞和滚住 更可怕的是 男人居然愣在原地 下一秒被水怪拎起 直接当成小零食 与此同时 一会劫匪登上火船 可周围十分诡异 到处都是粘稠液体 整个床上空无一人 只有小美还活着 别杀我 别开枪 让你一个人 其他船员呢 我不知道 我晕倒了 我醒过来 就这样了 殊不知张鱼冠已经爬到船顶 正在伺机而动 男人直接扣动半级 突然张鱼怪创碎玻璃 夸得把男人叼走 众人瞬间懵了 联盟对着张鱼怪疯狂射击 可子弹都要打没了 怪我却毫发无损 眼看打不过 他们赶快逃跑 男人突然卡住了脚 可怕的是 张鱼怪也追了过来 眼看俩人就要完蛋 男主拿着雷霆战斧 夸夸地向他砍去 张鱼怪疼得从窗户逃走 拉起小美快速逃跑 可路过仓库时 他们看到惊人的一幕 一群人被当成孵化器 嘴巴里开着小红花 整齐地跪在地上 画面十分诡异 原来船上有只编译章鱼 这些人是他培育下一代的载体 嘴里的小红花 竟都是怪物的幼崽 女人害怕坏了 腰子也隐隐作痛 因为这条章鱼怪 刚才抱在他的脸上 并暗倒在地摩擦了很久 肚子里有了章鱼宝宝 很快有了晕吐反应 而肚皮伤的印记 摸起来还有章鱼的碾液 精神也变得恍惚 这时章鱼突然出现 抓住劫匪头子 手下健壮 对着可怜的家章鱼 夸夸的疯狂射击 终于一年后 章鱼怪爪子麻了 才把男人扔了下来 为了彻底消灭章鱼 正好拎起一桶不要钱的汽油 搜的扔了过去 随后对准油桶哭吃一枪 油桶瞬间爆炸 章鱼怪也全身着火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小米变得诡异 这时章鱼赶来 他们发现一个神秘盒子 原来章鱼怪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但样本发生突变 章鱼能把卵注入到人体 并且用来繁殖下一代 这也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章鱼怪并没有被烧死 夸的冲破船体 把男人抽进大海里 为了小米可怕的怪物 张阳故意激怒章鱼 随后举起炸鱼包 一个猛子潜到水下 打开定时器 竟然游进她的嘴里 简直太伟大了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 张阳选择跟怪物同归于尽 但这时小美肚子有了太动 身体也发生变化 电影的最后并没有给出答案 你猜她会生出小赵一怪吗 欢迎频率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死神把手插进大妈胸口 挖出了跳动的心脏 竟然放在了审判秤上 而另一边是个羽毛 如果两边的重量一样 女人会被送入天堂 如果心脏比羽毛沉 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 收集所有折磨 大妈害怕坏了 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这才让撑胆保持平衡 死神说点赞和关注的 都能健康长寿 随后把她带到午膳门前 可以随便选一道 女人想找自己的父亲 希望死神能够帮助她 死神竟然答应了 每个点亮小爱心的人 她都会给予帮助 这时一道门缓缓打开 大妈开心地跟她道别 随后就被狗子一脚踹了进去 大门随后被关上 等死神刚回到宫位上 又来一个漂亮的女人 她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更不认识白白晶晶的死神 死神赶紧准备秤重 把羽毛轻轻地放在秤上 然后请女人坐下 可她要掏心脏的时候 却被女孩挡了回去 死神告诉她这是冥界的规矩 女孩非常气愤 直接按下秤牌 死神也没有办法 告诉她这样会化成灰烬 女人说自己非常有钱 恳求死神把她送回去 花一百个亿都行 气得死神脸都白了 然而下一秒 女人被一股神秘力量救走 死神木愣口袋地愣在原地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 此时坟墓里伸出一双手 女人从里面爬了出来 正是刚才的女孩 她粗心地检查自己的身体 发现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第二天女孩带着断臂回到家 把母亲吓得嗷嗷直叫 慌忙地躲进到厕所 女孩急忙解释 自己并不是扎实 而是被一股神秘力量复活 母亲兴奋不已 帮女儿缝好断掉的胳膊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安娜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呢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 尾巴嵌在了天花板上 男人以为发大财了 夸插用力一转 我的天哪 竟然是一只小白兔 吓得她瘫倒在了床上 让更可怕的是 彭顶慢慢地快速塌裂 结果下一秒 属于万机的小白兔 夸夸夸地全都掉在她的身上 吓得男人赶紧点 在不漏了一年后 才发现竟然是个美梦 让她没想到的是美梦很快成真 当天晚上男人盗墓 见架着一个一的尸体 正被神秘生物拖走 男人咔的扑上去 可惜只抓住一只臭鞋 陈豪不甘心 看着宝贝越拖越远 他一跺脚也跟着钻了进去 可还没爬两里滴 就看见一群小白兔 快速向他冲来 男人慌冷 瞬间患成思躯模式 可很快被兔子包围 情急下陈豪掏错一次 咔咔几下 吓跑了所有的小白兔 更可怕的是 还没等他喘口气 发现不远处 竟躺着一只漆黑漆黑的大白兔 这把陈豪吓了一大跳 但他还以为是做梦 结果一转身 大白兔就站在他面前 就露出满嘴刁牙 我的天哪 那哈拉子拉拉他一身 幸运的是兔子是白内障 并没发现陈豪 男人见状拿起武器 偷偷打开保险 刮他对准兔子射击 受伤的男人拼命逃逃 可突然泥土速动 男人刷了一下 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里 倒霉的男人不仅没死 还发现了价值不菲的大宝剑 陈豪开心的露出西班牙 然而他又膀胱一扫 看见千年干尸竟戴着 闪闪发光的几项链 他来到跟前 快速取下干尸脖子上的项链 可下一秒 干尸竟死死抓住陈豪 不知吐了一串千年口气 我的妈呀 陈豪吓得凹只叫 更恐怖的是 干尸竟然活了过来 刷的按住陈豪 咔嚓就咬掉他的耳朵 关键时刻 男人夸的把干尸推到墙上 赶紧拿着宝贝 快速向上爬去 好在很快发现亮光 他以为前面就是出口 于是在爬了一天三夜后 男人终于来到洞顶 才发现那亮光 竟然是棺木底部的徽章 男人彻底崩溃 让更恐怖的是 上万只小白兔 全都夸夸夸的爬上男人身体 尽管他拼命挣扎 还是被小白兔疯狂的啃食 几天后其他盗墓贼 发现一件嘴批的男人 正当他们想拿走项链时 男人顶着牛肉等猛兽来吃 只要谁能撑到最后 就能获得十亿美金 随着一声咆哮声传来 众人睁大了眼睛 是一条史前巨蜥 男人吓尿了 这比他们想象的大太多 两人吓得直接放弃比赛 场上只剩下四个人头 巨蜥起身吐出可怕的舌头 他们默默祈祷不要选中自己 然而巨蜥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搜得冲到男人跟前 直接咬掉他的鼻子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 巨蜥又快速冲了过来 还好选手反应够快 才保住一条小命 现在场上还有两个人 只要熬走对方 就能拿到巨额奖金 这是蜥蜥卖着魔鬼的步伐 走向幸运的陈浩 他伸出舌头尝了一下味道 刚准备一口吞下去 而男人彻底崩溃只能放弃 蜥没吃到肉 便摇着尾巴走向另一边 此时场上只剩小帅艺人 即使他现在离开 也能得到十个亿 哥们劝他保命要紧 谁知男人要钱不要命 这时吸引离男人仅有一厘米 然而他并不害怕 还疯狂地问他祖宗十八代 接着下一秒 最终男人赢得比赛 可是由于过度的惊吓 男人也变成了傻子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见过比这更刺激的游戏吗 欢迎平日期留言 这个可乐不是一般人 男人为了打开他 用激光剑劈下去也无济于事 随后使用魔法 竟然也只是挪动了半步 用铁扇公主的皮扒砸 却给桌子直接干报废 可乐咋地没咋地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电锯都伤不到他一根头发 用八百米的砍刀劈去 砍刀直接嗝劈 气得男人向砖前愣去 竟把墙都吓出了洞 原来男人只想喝瓶可乐 可拿过来发现 上面写着怎样都打不开 男人没当回事 用起子开瓶盖 可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哭吃竟把开瓶器干完了 正好以为起子质量有问题 然后从抽屉里 找出一个新的开瓶器 谁知这次更过分 开瓶器都掰断了 弄圈的成好更加弄圈 随后再次尝试 我的妈呀 脸蛋子别通红 瓶盖还是没打开 正好不信邪 把可乐放在桌子上 结果哭吃一下 幸运的桌子一分为二 正好认为这绝对不科学 从工具箱里找出螺丝刀 他认为这把肯定没问题 可结果螺丝刀从中间折断 只能再拿来锤子 结果锤子报废 可乐依旧完好无损 成好怒了 开着五菱红光 直接碾压了过去 让他没想到的是 可乐没啥事 车轱落到着火了 看来他可以防物理伤害 没办法成好使出超强魔法 却也只是稍微移动一下 这可撒症 为了喝口可乐他也是拼了 结果差点把家撒烂 可乐依然稳如老狗 这回成好彻底放弃了 当他转身离开时 可乐却自己打开了瓶盖 我的妈呀 男人开心的像个男人 直接咕咚咕咚的糟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可乐会自己开瓶盖呢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里留言